开局父母祭天,变身老实腰斩 不是哥们儿,难道说这假面骑士里的二期 变强变身就多少得沾点献祭亲人呗 那么问题来了哦 令和这些二期谁的变强精力越惨越坎坷吗 莫及,本期视频阿当就来带小伙伴们 细数一波,令和二期变强的献祭品都是哪些 首先便是这崭新出炉的瓦轮了 瓦轮这变身的献祭品,说实话哦 着实有些过于沉重了 他开局便是父母双亡 起码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惨遭沙唐人暴食 而培养他的老师阎谷装饰嘛 在近期也遭遇疏难 哦不是,是被蘑菇沙唐人一分为二 并且为了解锁变身瓦轮的能力 半斗也是当了回昭和真男人 办麻醉的状态下做了改造手术 体内被塞入了沙唐人的器官 不过他的手战嘛 着实是葛所有二期出战里都算得上是难看的了 半斗刚变身时,由于刚做完手术 所以身体嘛,也是波罗波罗达的状态 对抗蘑菇沙唐人,也是靠着毅力硬打的 但半斗这献祭品师傅嘛 貌似是还有复活的可能性的 现在半斗手上所持有的是师傅的上半身 而他的下半身嘛,则是在斯托马克老二的手上 保护其这只要将上半身下半身粘一块 师傅就能复活 当然,这里也是有着其他的可能性 那便是半斗师傅下半身 被斯托马克家族老二拉去制成了人皮 就为后期再恶心一手半斗 又或者是要利用这下半身 引起半斗与生产的内斗 不过这更具体的情况嘛 咱们就得期待加部后续的剧情了 但往好处想的话 现在半斗父母双亡师傅也记了 身体更是被塞入了沙唐人器官 已经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二期开局了 这往后岂不是无论咋打都是向上 盖哈德二期李因变强献祭品吧 这就稍微有点抽象了啊 来让咱们有请传奇半米赛跑冠军 明黑大姐阿塔罗伯斯闪亮登场 李因这条陷阱线 早在盖哈德前期就已经埋下 阿特洛伯斯时不时的便会找李因 来个当面嘴仇 不是你爹没了 就是忽悠他帮自己复活葛亮 甚至直到被明黑王磕上印记了 见阿特洛伯斯还是忘不了嘴仇 非得葛亮当面不认他 这阿特洛伯斯才能认可李因 而李因嘛 他对这人造人也是全程老好人 帮那时也没考虑到后果 这点着实是和宝太郎搬起八两了属于是 因此这段之间的关系嘛 在令和年间的抽象程度 属实仅次于巨婴阿基雷拉了 不得不说 当令和二级家人的危险程度 绝对不亚于修卡小兵单挑拳骑士了 盖哈德荣誉二级斯巴纳 见位便是最好的例子 出自检索骑士形态 父母虽然早在十年前就被葛亮埋了 但还是被葛亮使用了死者复苏 召唤出了指路天使马尔加姆 复活葛亮父母 当他面反复便是 甚至在盖哈德的夏季剧场版里 未来线的葛亮还杀死了老刚 将他的尸体练成了曾在剧中 反复便是自己父母的指路天使马尔加姆 哲实是有些过于低语笑话的 而老刚解锁最终形态嘛 好消息 家人是没出事 但换消息嘛 则是你变完了 老婆就出事了 不过在盖哈德完结舞台剧里 拉格西斯貌似是有被短暂复活的 他与刚子圆梦一起战斗 但由于是被反派复活的 所以在完结舞台剧打完报子后 拉格西斯也是再次死亡 至于盖哈德的微片未传嘛 看样子 剧情貌似是要围绕李姨 与宝太郎的感情展开了 而几乎里的二期景和嘛 景和就是令和年代 家人忌天 法力无边的典型代表了 姐姐没死 我是老好人 啥姐姐死了 伤战哥 杀杀杀 景和在剧中两次暴肿 君是与其姐姐相关 一次是姐姐被邪魔图抓 一次是姐姐被牛哥整死 不过嘛 说实话哦 几乎后期由于编剧高桥 疯狂发病的原因 景和在后面原谅杀害姐姐的 真正凶手大志 着实是有些抽象了 而景和黑化形态下的 黑木五刃 与洗白后的红木五刃嘛 这俩虽然战绩相差很大 但实力实际上 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至于利维斯里二期 大而变强的机品嘛 虽然这伙的人品 非常的抽象 但这伙貌似还真的是 令和二期里 混得最好的一个 不仅父母兼赛 自己的恶魔伙伴没有受伤 甚至最后还成为了 蓝鸟组织的老大 整个就一人生赢家 他在解索神圣非裔形态的时候 是陷掉了娄师傅 可在后期 大而明白自己错了后 诶 这娄师傅又复活了 直接就没有任何的代价 摆送了一个最终形态 并和二期有多惨 为了解索强烈的外挂 不仅要陷阱亲人 甚至极端情况下 还要陷阱掉自己的生命 圣人二期伦太郎 届位在开局的时候 便是父母双亡的状态 虽说深罪里 他爹是突然出现了 但他抽象的便宜老爹 还是就当他不存在吧 而剧中伦太郎变强的祭品 则是前代剑锋 也就是他的师父 前期碰见杀父仇人的梅袖子时 伦太郎就经常上头 为了战胜他 一个人跑到小黑屋里锻炼 就为能够使用三侧连阻 这个击败梅袖子的信念 也一直持续到了 但整体来说的话 伦太郎在最终 还是和鸭一在一起了 总体来说 葛令和二期里 也算得上是脚位幸福的了 至于你要说最坦的吗 那当然便是不破了 前期支撑他变神骑士 是因为黎明小镇事件 他父母家人双亡 因此咱也能看到不破前期 见到修马吉亚就会开忙 打起来那是真的很 直到中计才慢慢开始恢复正常 而这会儿对于他来说 也有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他的父母实际上没有死 一切都成老前 为了让不破乖乖给自己打工 整出来的虚假记忆 但不破家人是没量量 可他本人却量了 在微片外传里 不破解锁了最强形态毒狼 独自一人面对灭亡迅雷 最终也是和他们抱了 掀起掉了自己的生命 但问题来了 这灭亡迅雷中的灭 早就在境外者里活了 剩下的几个也都是机器人 编剧随随便便安排个理由 便能把他们也复活 这么一对比 不破在微片里的拼死战斗 着实是有些惨了 而不破的演员 他目前也是和事物所闹翻 选择了退役 估摸着以后 回味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小了 堂堂令和二期老大哥 如今却露了个 距离距外双双死亡的下场 着实是有些气惨了 希望今年加布里的瓦轮 结局不要太惨吧 那么以上就是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按照惯例 我是阿当 咱们下期再见